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时代观景的朋友,大家好 在刚过去的周末,我们看到一些新闻 在香港有一些人和组织 因为坚持几十年来,大家认为正确的事情 而遭到检控,遇到巨大的危难 这个足使我去思考,在圣经里面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当上帝的子民,因为坚持他们认为 道德上,伦理上,正确的事情 而受到逼得,遇到巨大的危难 前途生死未卜的时候 他们的信仰,如何帮助他们去面对呢? 我就想到在大概五年前 接近五年了 在2016年底,我去中国宣道神学院 一个祖会上面 当时我将我对《以诗帖记》和《达尔理书》两节的经文 的体会和中宣神的朋友来分享 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叫做《燕之》即画不现 《燕之》后面有标点点点点的 接着即画不现 《燕之》这个片语是来自《以诗帖记》四章十四节 此时你若闭口不现 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即画不现 是来自《大以理书》三章十八节 即画不现 王呀!你要知道 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 是讲《大以理书》三个朋友 拒绝巴比伦帝王的 向金像下败的命令 相信上帝会施行拯救 但是讲即画不现 他们都不会从命 这个《燕之》与即画不现 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对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情 历史将会如何走向 是不知道 承认不知道 《燕之》这两个字 在很多个英译本 用who knows 显示在《以斯帖记》的处境里面 末底讲的《以斯帖记》都不知道 《以斯帖记》冒死进间 能不能够阻止波斯王 下令屠杀犹太人 收回成名呢? 他们这样做 是否真的符合上帝的旨意 最终是否能够成功呢? 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上帝不告诉他们 让他们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呢? 有些学者认为 上帝向世人隐瞒未来的事情 是一种恩典来的 没有人可以预知自己何时会死亡 所以他们会悉心去栽种建造 如果上帝事先通水 知道明天必死了 明年必死了 就无心栽种事意而行 这是一种解说 当然 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外的情况 譬如 阿伯拉罕 上帝在七刻之中向他披露 他的后代会在埃及围囊 上帝最终会施行拯救 可能因为阿伯拉罕一生只见到 他一个以撒 一个儿子 没有办法想象到 他的儿孙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上帝这个应许是如何实现 所以上帝被他在梦境中看到一个远象 摩西受佛是不能进入加纳 但上帝的恩代让他登高望远 跳望加纳的微地 他可以预先想象到 自己不生是梦的成果 不然有人认为摩西受佛太重 他只不过是将昏腹盆石出水 就错误当成熔杖激石出水 也有人认为摩西是上帝的代言人 全错圣展是很大的罪 我个人觉得用跳望应许之地来代替真力进入加纳 是上帝的恩典来的 对摩西 因为摩西年老手都举不起了 试问他怎样带领以色列军队去打仗 进入加纳呢 基典的故事也是一个例外来的 他在有羊毛变湿变干 作为一个憑据 可能上帝也看出到他信心不足 不敢奉召去带领以色列人民 打仗是拯救以色列 耶利米亦都预知到耶路撒冷成为 因为他要说预言警告犹太国民 所以他预先知道上帝的心意 耶路撒冷是无险可守的 但因此他要承担煽动叛国的罪名 痛苦不堪 保罗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 就听到先知预言 他将会披上枷锁 送行的教友都哭成泪人 耶稣预言给他忠告 就说得比较隐悔一些 没有把情节讲透 以免给得过分的担忧 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大家可以想象到的例外 上帝事先将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是说了给他的族人知道 但历代以来信徒无法 如知命运似乎是历史的常规 能够如知是一个例外 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们要在处境里面去看 墨底国人在二施帖记里面 他没有见到异象 没有发到异梦 他没有像上帝英运医治的王 尋求日影倒退十度的少头 他没有得到先知来说语言 没有祭先为他卜告 没有上帝的使者向他显然 暴蒙作特殊的启示 所以跟刚才我们所说的 很多的例外的情况呢 是不同的 如果你将以斯帖记 和其他圣经的经卷去对读 你便会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更加难能可贵的就是 在没有这一切的启示当中 抹底国人心信 以色列人 犹太人是会得到拯救的 就算不是通过以斯帖的进驾 都会得到解决的 梦拯救的 所以他凭着这个信心呢 他就促使以斯帖去进驾 是一个冒险的行动 凭着信心做 只是基于 焉知得了皇后的慰勇 不是为了金人 不是确知 是焉知 背后有一种 死就死了的勇气 揣出去的决心 而最终他们着处奉心 我们要看到 弥以理书的记彩 和以斯帖记 你将他摆在一起 焉知 和即或不言 But if not 其实在一个银币的两面 银以理的三个朋友 拒绝向巴比伦帝王的金像下拜 他们同样相信 上帝会施行拯救 但他们理性上 心理上也都明白 即或不言 就算上帝不施行奇迹拯救 让他们以身伸道 他们都不会遵从王明 向偶像来下拜 因为他们只是向 永生的上帝下拜 在这里 这个即或不言 佛业 not 显示 奇迹这样 获救 脱离火遥 不是必然的 我们举一些大家熟悉的例子 比如在二战时期 德国神学家 彭霍华 大家很熟悉的故事 他参与地下运动 和在军队里面的 将领去密谋行刺 希特拉 他们都不知道 会不会成功 但他们只是想阻止 那个二次世界大战 继续蔓延 令到千万的生灵涂炭 如果当时 上帝给他有提示 给他有少少疑梦 给他有少少预告 让他知道计划不成功 他可能会选择 和亲人流亡海外 安心等待战争结束 才去回国 重建德国的教会 但上帝没有这样 给他预先知道 1944年的7月21日 就在他来 德国战败投降 重获自由 之前很短很短的时间 潘佛华 在欲中得色 凭此希特拉的行动失败 他和很多亲人母友被处决 而及后 在战争结束的前夕 他确实被处决 在7月21日 他知识这个前景的时候 当一切希望似乎都失去 他在监狱里面写信 给他的自由埋伐甲 就说 这就是我说的现世的意义 即负起生命的一切 责任与困难 成功与失败 一切经验与 无可奈何之事 就在这样的生命中 我们才把自己无条件地交在上帝手里 参与他在世上的苦难 并满意于我的过去与现在 欲中书间 7月21日那篇书信 没底改和以斯帖的冒险成功了 犹太人设立这个普尔捷 来庆祝 每年护赠礼物 但犹太人借助巴比伦帝王的重信 铲除民族的仇敌 令到懼怕没底改权势的外族人 纷纷加入犹太教 也都埋下了后来 犹太人失势 外族人就起来反抗 迫害犹太民族的种子 潘霍华的冒险失败了 上帝选择用美国的军事介入 来打败希特拉 让潘霍华相信 但有谁想到 70多年后的今日 潘霍华的生命和著作 仍然持续地影响土生的教育 我们只能够谦卑地承议 不论是胭脂的成功 或是即或不然的失败 上帝都能够使用 来实现他的微意 我们身在其中 只能够疼信心 去依赖上帝 将我们的生命 交在他的手里面 在这一个特别的时刻 希望对《以诗帖记》 《诞异律书》这两节经文的思考 以及对潘霍华的《欲中书简》的重温 在给到我鼓励和帮助的时候 亦都能够给到大家鼓励和帮助 变相终于祝福大家 感谢观看 《请法优优独播剧》 《广大断混音》 和《非诗帖记》 和《智慧之》 わ律书简 di保重 在《非诗帖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